那你愿意为他放弃飞行梦吗 这个毕竟是我从小的梦想吧 可以说是 然后高考的时候 政策还没改就差一点 现在政策改了我就过了 然后就还是特别想去 等于现在在读大学 对 现在在读大学 从大学里招的 对 大学一会 真的不容易 选一个 飞行还是他 我觉得我都放不下 这必须得选啊 其实我也不是说他非得放弃 你别说人让人选 我愿意放弃飞行 真的假的 真的 真放啊 放 就为他放是吧 放 你接受吗 你敢接受吗 不敢 有害怕 所以这是我们经常看到 一种情感关系的模式 就是我总拿一件事来说 说完之后 我用另外一个事 我一定要你做个抉择 其实当你理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逼对方做那个抉择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他按你的想法做了 你会背上一个包袱 他没有按你的想法做 你会更买受 不如就解决 单纯下这段情感当中 出现的那些问题和麻烦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文卷 小廖啊 我一开始啊 以为你是一个护花使者 谁承想 你是个辛勤的园丁啊 有多少花花草草啊 在你的生命里面 他有多少个前女友 七八个吧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些故事 都是跟不同的前女友发生的 是吗 然后你把那七八个 你把那七八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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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总盯着别人的道路 你没有任何资格去阻止别人的道路 你只能走好自己的路 就这样 好 谢谢陆切老师 来 珊娜老师 飞行员 这个职业将会是一个 有更多空白时间的一个职业 因为你只要在天上的时候 你的手机都是一定关机的 然后在你执行飞行任务的前一天 是一定要备班的 就是一定要住到机场的酒店 就是他们航空公司指定的酒店 也就是说他在一周 如果说要飞三天以上的话 基本上有六天吧 都不会跟你见面 这只怎么过啊 天天你都在想他在备班的时候 在干嘛 对不对 再要飞个国际航线 妈呀 你走一个星期 怎么办 我们说回男生啊 你看他选择的职业 飞行员 你再看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 我们不一定怀疑 他真的跟这些前女友 或者这些女生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享受被女生环绕的感觉 他享受光环 被关注的感觉 飞行员多帅呀 制服一穿 走在机场所有人都看 在前女友面前 永远都是一个暖男形象啊 我曾经对你承诺啊 我谈了女朋友 不给你秀恩爱秀幸福 我就不让你看 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 享受光环的这样的一个男生 又说回来 你给你前女友的承诺是做到了 那现女友的呢 屏蔽你的社交圈 一定有问题 不管你有没有实际上的行动 首先你对他的忠诚程度 就出现了问题 忠诚是什么 忠诚是舍弃 忠诚是拒绝 因为我爱你 我愿意为你舍弃所有的诱惑 因为我爱你 我也愿意为你拒绝所有的诱惑 其实男人的幸福来自于什么 男人的幸福来自于控制自己的欲望 当然你现在年轻 可能你有很多的事情都在尝试 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话 在未来的道路上 否则你会吃亏的 因为不一定所有跟你在一起的这些前女友 愿意跟你见面 愿意跟你喝酒的这些女孩 对你是真心的 人家说不定也是跟你爸爸而已 是吧 珍惜眼前人就好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珊大老师 来 图老师 你知道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 意义截然不同 对于女人来说 婚姻的意义在于找到一个家 但是对于男人来说 是失去自由 的确 在生活当中有一类男生 就是像他这样 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性 你们俩认识的时候在酒吧 那就是一个可能性 他就抓住了 于是今天你成了他的女朋友 但是他也不会在跟你交往的同时 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这是眼 是一种习惯 我说一个让你绝望的事实 做这么些年情感节目和身边周围的人 我发现那些不放弃任何可能性的这种男人 基本上不会改变 我不说他有多坏啊 这就是他性格当中的东西 给每一个异性打开可能性 你说他真正要做什么吗 他未必做得出来 但他就不愿意放弃这种可能性 这就有点像网虫 就是只要见到网页上有下滑线的地方 他都忍不住要去点一下 只要见到女人 就忍不住要说一句话 要撩一下 上瘾 是有这种男人 而且基本上不会改变 那你说浪子总有回头的时候 但其实他不是浪子 但他就是不放弃可能性 那你说这样的人 会结婚吗 会结婚 我有好几个同事 这个女生就找的是这样的男人 他们每天在网上就找陌生的女性 他会去聊 他真干什么吗 不干什么 他就不聊 他就不舒服 你知道吗 但是你是不是那个可以驾驭这种男人的女人 在我看来不是 你没那样的智商 也没有有效的管理方式 其实女生长得非常可爱 所以其实你应该找一个 不是说你能驾驭的 而是跟你的价值观和情感边界 类似的男人 否则的话 你看你今天插着个腰 说他的这些个事 我觉得你并不痛吧 我只是觉得你有点烦 所以其实在这段情感当中 我也不认为你付出了多少 如果一旦分手 你也未必会有多伤心 所以差不多也就算了 让他去飞吧 你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可能性 还有好多可能性 后来我讲了一下 为什么你女生原来这么好 其实不是因为你帅 也不是因为你暖 而是因为他看上去 一副无公害的样子 女生都会放下防备 然后跟他之间的关系 不会搞得那么紧张 所以你可以接近到女生身边 女生会接受你的暖 但人生的可能性有很多 陪你到死的只有一个 你自己看着办吧 好吗 飞行员还是要去的 梦想要实现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我的建议特别简单 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大女人 你承认自己这个小女人 你就找一个小女人 该有的男人 我个人理解的 好的恋爱方式是什么 是坦诚和坦率 我希望你怎么做 你希望我怎么做 能做到吗 做到咱俩在一起 做不到 咱们拜拜 别遮遮掩掩 你有问过她 为什么她那么喜欢 去撩那些人吗 老师们是分析了 她自己的是什么原因 你愿意坦诚地跟她分享吗 真的她要问你这问题 你能够说出来吗 也许说不上来 但是你能够特别坦率地 跟她说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是这样的 能做到这一点吗 可以 行了 你们自己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也是真的很想 和你好好在一起 你看我这么大一个 天天被你训的 我也愿意改 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改 那些不喜欢的事 你说了我也可以 马上改真 就不希望每天 等你生气 也想和你好好在一块 就 舍不得你啊 看我干嘛 我考虑一下 你说了那么多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改过呀 说了你那么多次 我都会改的 你说了我都会改 你说你会改 你真的 但是你没有改呀 我会改 相信我 笑一笑 请凉灯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想你 我永远彼此 我们一起想你 我会成真理 我会成真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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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我们的小发童 有请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 烂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 被你疼惜 有种暖意 在梦里 全是你 不要再质疑 把我抱紧 两颗心 来 来 来 请亮灯 你发现没有啊 我们都发现了啊 今天你这头发的这个 是垫的是吧 我说男生啊 就是你是所有在这个现场里面 撒花瓣之后 桃花朵朵最多的一个男生 你知道吗 就跟这头发一样 也跟性格 有点关系啊 女生我刚才就 你们在那个时候 我跟老师们还在交流 男生啊 喜欢征服 其实在动物界 有些雌性是要征服雄性的 女生为什么今晚还会回来 我觉得就是 你不是不好搞定吗 我非要把你搞定了 有些女人就是这个心 其实有的时候 何必拿自己那么好的青春 去跟自己较这个劲呢 希望你们 都警钟长鸣吧 好好对对方 谢谢你们的分享 秦辉 秦辉 在爱你全是你 从每个心甲 无法呼吸 爱本来就没什么落寂 也许是不经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